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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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妹宴再開始 請各位起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请缩纳 愿在奏国歌成名向国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宣布第四届毕业礼正式开始 请各位制作 愿在登请校董委主席曾切法师为典礼致辞 尊敬的邵根长老 校长 各位校董 各位教授 各位来宾 各位毕业同学 大家下午吉祥 好高兴 可以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能够举行毕业点例 过去这两年 其实在我们香港 各行各业都遇到很多的挑战 其中在教育的部分 中小学幼稚园 或者各大院校都面对了 在课堂的授课的问题 但是我们香港是一个有毅力 自强不适 反正香港是一个福地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本着一个 以排除万难的心 去将我们当下的事情 做好去 就由于我们能人书院的校份 明心见性 深圳的培养 要在我们的成长和学习 慢慢地去吸纳 还有要作出奉献 当在吸入知识 我们有能力 有一个机遇 能够可以服务 我们自己的社会 自己的志向 其实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们要从我们 校份明心见性 希望培养 希望培养慈悲 拔苦与乐 其中可以显出 佛教所说的智慧 我们有了慈悲 智慧的精神 也有了明心 见性 深圳的培养 我们慢慢 将我们吸纳求取的知识 除了我们的恩怨 能够可以奉献到社会 我们今天 在座的来宾 能够勇出席 多谢各位 也祝贺我们毕业同学们 前程感受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生活幸福 而我们的人生 就随着 我们的奉献 一步一步成熟 多谢各位 多谢真切法师 现在进行学院院士班授仪式 有请处理校长汪国成教授 主席先生 我请你班授学院院士校 吸少根掌路 现在先请介义法师 为我们介绍前校董会主席 赵金掌路的成就 尊敬点赵金掌路 我还有 董唐校长 伟长 政治法师 各位 各位 教授 各位老师 各位家宾 各位同学 好运行 因这 就更加了名字 专身和 seventyers同学 поступ着 算了 感谢 ERS 担心 因此 简直 來賣笑我們尊敬的舍根長老 舍根長老販擁 創造自舍根 廣東南海人 造成廣 法師十四歲出家 來鼎容生 慶人寺退堅蜂像 祈福拿國賞來師 在慶人寺受結束大後 二年至澳門參學 華丹尼普濟時宜 一九五七年 正轉至香港第二生 親自香港北聯寺 佛河大和尚 及海洋洛洛洛斯 學習堅達 身後 以來的遲報顯示 利落人群的精神分頭 一九七年 法師這首能與經濟主持 積極參與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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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法師應們學會 福加增添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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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2021年 出任香港民營 虛擁核動的主席 積極進行改革 2021年4月 香港民營虛擁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批准升到的香港民營尊學員 正式成為一所和當受 12年全日制 學士學會的多等院校 12年14至2015分年 開放2個學士合影課程 中文及庫介 4個副學士課程 工商管理中文 4個權益設計 工商管理及檢查專順教育文行課程 12年5至2016年 開放2個運營學士學員課程 市場營銷及跨文化傳遞一年 12年6至2017年 開放工商管理運營學士課程 轉移營學士課程 銀行嚟學士課程 cómo自己的些責任 12年1到2011年 1965年 開放四個全日制 社會工作 亦有學生課程 随着港广人口有联合 社会对医疗的目的需求日日亦增加 为虽然前线医疗人员与伴众的工作 法师登顾一夫 努力开办互联课程 华官课程射在审慧中 法师务舍学士关务目悬社群 成立社工掌某前线基金 基金会设有学生准备计划 与证学官的情绪 鼓励成绩任意的学生 并不是基金会之名 参与各项社会社区活动 法师的一九九年在疫情期间 仍不辞罗伏释出派发共鸣物资 苏联香港佛教政协联合会 24位对法师及20多位允许 举办广告三个处理施灾洒战的行动 趁着宣称虚平大使 广告三个企图市民健康 疫情早日消除 法师于2011年5月明映 正式退任香港佛教政协联合会长一职 最后我们也祝处一元礼的掌声 感恩社官长老的佛教 更敏忍对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最后朱长老法康安控 祝各位身体健康 事事业意义 祝各位同学大政奋土 我们的堂 现在有请珍妾法师 班组学院女线名显 于小金长老 谢谢大家 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牧仲辉校长 甄智法师 杨国荣教授 家瑜法师 陈国潮博士 郭国成校长 各位嘉宾 各位同学 大家吉祥 好惨贵啊 本人担任能人书院 校董多年 毫无见书 今天啊 能人军上学院 颁证 一个学院 学士 这一份的学院 是对我一生 犯法 离生 做福人群的工作是肯定的 意义非凡 亦是对我的鼓励 我根据冲心智者 佛家文化 内涵非常 很丰富 是能够呢 能够呢 吻含人类的智慧 发展的精髓 我根据冲心智慧 的理念 辅助人心 立于青年人 人生正贵 因为高等的学府 在香港 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2011年 我出任香港能人书院的校董会主席 三年间 这个书院 获得特别行政区 行政 政府 就是规准升级为香港能人尊上学院 正式成为一所 可以颁受全日制的 学学位 高等的学府 学院 学院 是与佛学理念 作为办学的精神的支柱 透过正规的大学课程 透过正规的大学课程 引导年轻人 将来 造福社会 以利落人群为己任 古德 古德有讲 博法不孤起 像元光生 世间上 每一件的事物 都是 像大众的资历 才能够得到成就的 总而言之 每一件事 必须要有动员和合 才可以成功的 每一件事 学院 学院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是 有赖 学院 常下一心 努力 平博 在江校长和江副校的领导之下 一步一步 踏上康庄大道 相信 以此 仗志高和的 上下一心 如果能够得到 一小小的助缘 相信 能人 必定 再创高峰 培育更多的 年轻人 能够回归社会 祝福人群 我最后 敬祝学与白尺杆头 更尽一步 座上的嘉宾 身体健康 昼夜吉祥 多谢各位 多谢掌母 请制作 现在有请嘉宾 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叶德平博士致辞 尊敬的小金长老 校长 副校长 各位校董 各位教授 老师 各位来宾 还有今年应届的毕业生 大家好 今天非常之高兴 能够获得香港能人专常学院的邀请 让我在这个伟大而庄严的典礼上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看法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可以有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 这么隆重 而且大喜的日子 与你们一度 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和你们都是一样 十分之激动 首先请容许我以最智诚的之心 祝贺你们顺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并且真诚地预祝在座每一位同学 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面 能够事业有成 彭情万里 我想大家为自己鼓一鼓掌 每年到这个时候 作为老师的我 都会特别是激动的 因为 我会想到在座的各位 即将要走向社会 奔赴工作崗位 并且以自己的成就自豪 同时亦都会为 因为大家即将要离开 这个美丽的校园 而依依不舍 我相信在座 各位的师长 同样跟我一样都有一样的感受 大学时代是 学生最美好的时代 虽然短暂 但是都很值得我们去珍惜 在学后里面 我们有非常的青春梦想 亦都会灑下我们的点点汗水 这一切都很值得我们去回忆的 我相信大学的时光将永远陪伴着大家 成为大家一个 永不会退息的一份记忆 大学毕业既是你们的一个终点 但是亦都是踏入社会上面的新起点 未来大家即将会离开武校 踏上去未来事业上面的新旅途 作为一个老师 我都想借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学习之道 朱子曾经讲过 唯学虽先立志 自己立 则学问可刺帝着力 立志不定 众不济事 他的意思是说 无论做些什么的学问 我们必须要立下远大的志向 立志 其实就是我们做人的立本 有本才可以发展我们的路径 否则我们做人就好像一只毛头乌鹰那样 乱那样冲 最终都难成气候 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不同的独立个体 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 所以志向 理应都不一样 不过 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 一个社会上面的精英 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 他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闻立命 为往生计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说话并不是我讲的 他是千载年前 北宋的张在先生所讲 冯友兰先生将他名字为 还他四句 人作为三才之一 在天福之下 地在之上 自然应该要上感于天 下通于地 赚欲成人之理 而我们生而为人 就应该要具备 博爱制众的人者之心 和扩然大功的圣人之心 虽然讲起来复杂 但是实践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像能忍的校训所讲 明心现成 我们反求我们自己最根本的人心就可以了 所以 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 其实就是 明是长是短 只要能够保存到自己的性体品德 那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安身立命 为新闻立命 在于我们老师来讲 就是立命于教了 从立志到明理 从明理到宏教 作为大学生 我希望大家能够为国家 为社会 带来一种正能量 小则 我们能够做到 为往性计绝学 将先言之道 弘扬下去 大则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为万世开太平 文不包 物不语 率全体归人 让现代人回归回 率性成名的人类精神家园 听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大家跟我同一个感觉 就是成王成恐 唯恐自己做不到 其实我听这番说话 是什么时候呢 正正就是我在高中 中学四年班的时候 我的中国历史科老师 跟我讲这番说话 当时我听来激动 但是我不明白 不过我牢牢地把这四句记在心里面 今天我都是作为一个老师 我终于明白这四句的厚度 也都明白这四句的分量 我明白到一时之间是难以明白的 但我们只需要将这一点 这四句 种在我们心田里面 日后它自然会萌芽生长 最后我想借论语的一句 事不可以不宏偎 任重而道远 勉励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 立志 然后很努力地实践这个志向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再次恭喜大家 前程感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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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先生 我请你颁受看字学特拼教授下 级县周瑶教授 现在有请文学院院长 郑向荣教授 为我们介绍 善教授的成就 尊敬的邵恩将老 校董会主席 曾智法师 各位校董 校长 各位嘉宾 各位同事 各位同学 校五号 今天很开心 善教授是能人专上学院 特拼为看字学的特拼教授 也很荣幸可以在这里 分享几句 介绍一下善教授的一个成就 其实善教授是一个国学大家 著作本身 在飞升国际 其实也不需要我特别多介绍 我也都将他基本的成就 都写了在长刊上面 相信大家可以细细品味 我其实简单说 其实很简单 可以看到老师在国际上的地位 他是香港大学前港大中文学院的主任 在港大任教了已经超过40年了 目前也是港大中文学院的荣誉教授 也都兼任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所的学术委员 清华大学的名誉研究员 南开大学的荣誉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的荣誉教授等等 可以看到他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学府 都担任一个要职 在这个学术的研究 和一个云洋文化的使命上面 都付出了很大的贡献 现在范教授是由小学去到大学 去到港大 由教学到研究 各方面一直都是表现之非常优异的 是屡获不同的殊榮 譬如在港大的时候 他荣获了明德教授席 一个非常难拿到的名项 和最佳律文指导长 不单是自己做研究 对指导学生也很有分量 在能人专上学院 他在2012年 盛教授加入了当时的能人书院 历任副校长 学术 和文学院院长 和中文系主任等等重要的职务 协助书院 升格为能人专上学院 开办中文名誉学委课程 亦都有不同的一些文间的课程 有不同的著作出版 对于院校的发展 和对于文化的传播 都是功不可没的 善霸授的专长有很多 而他的石博士论文 都是专研说文字学 所以其实最文明的 大家一般都会想起 是文字学的成就 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 兼系主任马龙教授 和著名的古文字学家 清华大学的教授李學勤教授 还有著名的语言学家 企南大学文学院全院长 尖八位教授 等等的大家 都分别对善教授的成就 表示非常赞赏 有很高的评价 总括来讲 其实有几点 我觉得一定要提一提 这些都不是我的说话 其实都是刚才所讲的教授 他们的评价 第一 善教授他功力深厚 规模云远 他常常都可以在大家 看不到的问题之中 以小见大 发现一些被忽略的问题 第二 当大家都发现有问题 然后仁言言殊 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 非常之混乱的时候 他可以抽屎剥茧 层层递进 当你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逐层逐层 讲得很清晰 好像很简单 其实这是他公益的反应 第三 他学贯中西 不单止只是文字学 是经学 训固学 音韵学 礼学 以至西方的汉学 各样精通 所以当他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不只是用那方面的专业 是将他各方面的专业一起看 所以可以融会贯通 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东西 而我觉得我最想分享的就是 除了老师学贯中西的港博学问之外 对我最大影响 亦都是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老师新教研究 和他敦厚的一个气度 我觉得这一点 我相信每个和老师接触过的人 都一定会感受到 作为老师的学生 我更加是非常非常深刻 和非常非常之感激 譬如就是 我记得我最初来能忍帮老师工作的时候 其实在港大的时候 都还有工作一齐在做的 于是我试过 有一段时候 是完成了能忍的工作 然后会下班的时候 我就搭车和老师一起回港大 再工作 本身已经是很忙的了 所以我都很升职时间 想一有空隙就休息一休息 而老师当时没有港铁 是搭巴士的 巴士每次一度登位一停 他就会在一个袋里拿一份文章出来看 一开车他就放回 他说因为开车看 雙眼这样不好 但问题是那少少空隙的时间 一个红绿登位 他都要珍惜那少少时间去看文章 令到我非常之佩服 也都令到我真的成亡成恐 也都试过老师出去演讲或者做研究 哪怕只是十分钟的一个讲词 或者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指词 他会去图书馆 把全部的书 几十本 甚至过百本 看完 然后融会贯通之后 就变成那篇精华 所以令到我 有时我都觉得很累 我都觉得很辛苦 但是问题是 在老师面前我完全不敢说累 是吧 完全不敢说做不到 因为实在太惭愧了 老师一路以来都这么勤奋 我有什么资格可以说辛苦呢 所以诚语说偏道酬勤 我觉得完全可以体验在善教授身上 我面对善教授 我都不敢太多 我亦都勉励自己要自强不惜 希望可以健言私材 学有所成 将来可以身复相处 综合来说 善教授对我的印象非常之深 才德兼重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有口皆悲 堪称为人私的茄茂 今天 梁人专上学院 特拼善教授为看智学特拼教授 我认为是实至名归 亦都借这个机会 我对善教授 敬致我的何意 亦都祝愿先生 可以身体健康 希望可以为学林 装造更多封锡的成果 再次恭喜老师 最大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有请曾设法师班上 漢字学特拼教授明涵 于善州瑶教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现在有请善教授致辞 尊敬的赵金掌老 叶德平博士 梁巨海理事长 校董会议席增致法师 校董大学法师 李彦静先生 专门校长 安国胜教授 副校长 各位嘉宾 各位行事 各位同学 成文学院特兴为 看字学特兴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Trans-Etymology 实在是深感的人 看字学就是中国文字学 看待称文字学为小学 是因为 儿团人入小学 先学文字 所以就将文字学 称为小学 负负责建设武汉 变定武汉的基础的 清活命神章之独 他的书无百问话 由小学入经学者 其经学可信 由经学入史学者 其史学可信 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 其理学可信 以经学史学 坚持章者 其持章有用 以经学史学 坚经济者 其经济成就远大 由此可见 传统小学的重要 一定要先通晓文字学 然后才能够 出经入史做学文 以道德一词 做例子 大家都知道 道德就是 依据社会的价值观 评价 和断定人的行为 正当与否的规范标准 如果从文字学 去理解道德这个词 那又会更进一境 道德这个词 是由道和德 两个字组成的 道字 从卓 就是我们一般说 撑艇边 这个卓字 甲文文 就是跌一脚 在道路之中 表示行走 偏旷就将 那条路 是散了一半 但仍然是跌一脚 在路上行走 小船的写法 就跟我们现在 在字典 在部首 所见到的卓字 是相近了 道字 最初的意思就是道路 行路一定有方向 所以引申 就有方向的意思 再引申 就有方法 事理 规律 原则 道德 学问等等意思 孔子说的 至于道 具于德 凡文 只用文道 值史可以 它里面的道 就是指 做人的根本原则 和道理 至于道德 是一个假借字 书文解释 有两个德字 一个有商企人边 一个没有 书文 道德 德字的本字 是没有商企人边的 没有戚字旁的 上面就是 值 下面的心字 书文的解释就是 外德于人 内德于己也 这个德字 从值 从心 会议 内心正值 这是很重要的美德 内德于人 就是能够以善德 施之于其他人 令到大家都 蒙受其益 两方面 就内德于己 就是能够以善念 传诸内心 令到身心 并受其益 道德 两个字 联用 而组成一个词 是指 人类的伦理 人类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令到人类能够和共处不断进步 因此有非常崇高的价值 由上述的例子 可见汉字学 对研究中国学问的重要 张秉伦 浩泰盐 是清末文初 明满天下的国学大师 39岁时候 因为革命 逃亡到日本 老讯 前元童 都是在日本的时候 跟张泰盐 学这个说文解词 张泰盐 他将学生的问题 和自己的解答 写成小学答问这本书 我在1975年开始 任职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当时 港大学报 东南文化征稿 我们写了 《泰盐先生小学答问质疑》这篇文 指出小学答问里面 不少的问题 得到港大师长的加许 1997年 我和姚忠怡教授 一起去北京清华大学 参加王国慧出生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姚教授对王国慧的学问 深表敬佩 认为王国慧是我们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 最有成就的国贺大师 我们在研讨会发表的论文 就讨论甲军文的一个字 这个字在同气史如鼎的其中的写法 是重纳 王国慧就将它定为说文解字 是训为明日的《语字》 用王国慧这种解释 去读词 所有这个字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所以王国慧这个说法 就像铁匙那样 帮我们开了个门 就是抽官启药 发之吻之味 解学者之画 所以功劳是非常之大 但是王国慧将这个字的形构 解做这个《语》的初字 这个是值得商榷 因为这个甲军文 完全不像无法《语语》之形 我就根据鼓音 这个定为我语字 详细情况 很难一两句说话是解释 当时我对姚公说 我是王国慧在天衣之领 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 姚公是含首微笑 2002年 我担任主要研究者 Principal Investigator的《楚文字计划》 得到清华大学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李学勤教授 加入合作研究 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 Research Grounds Council RGC 165万的研究经费 是文科项目 有的罕见的巨额资助 当时学术界都是 相当轻动的 几年前我又向RGC 香港研究资助局 提交了一个关于 杨伯俊春秋左转注 定谱的研究计划 得到60多万的研究资助 杨伯俊先生的春秋左转注 一共有四冊 1700多页 是目前写最好的春秋左转注本 杨伯俊春秋二十多年来去篇写这套书 除了对前人研究成果 加以选择取写之外 还提出和前人不同的意见 和自己的心得 杨伯俊这种长期薄面的精神 这个原提要的功力 都是其他的新著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千类一失 言者不免 所以我就向香港研究资助局RGC 提交并保阳注的计划 阳注错地方 加以定证 阳注有所为留 需要补充的 就加以补充 为研究春秋左转的学者 提供可靠的依据 经过几年的努力 计划已经接近完成 文稿大约是一百万字 近几年 香港文人专上学院的春秋左转研究 应该是全球第一 是胜过北京和清华 胜过剑桥牛津 胜过哈佛和耶路 这就是我们是自豪的 春秋左转研究 既然属于经学 又属于史学 和文字学有密切相关 春秋出著张知读 他的书无答问话 由小学入经学者 其经学可信 由经学入史学者 其史学可信 他说得一点都没错 多谢郭华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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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郑教授 教授请就座 现在有请处理校长 汪国诚教授致辞 尊敬的肖根长老 珍切法师 各位校董 校务委员 叶德平老师 各位毕业的同学 各位家长 各位同事 各位嘉宾 首先 欢迎大家来参加 第四届的毕业典礼 在前一段的时间 我无意中听到一个 三四岁的小孩 他和他妈妈在聊天 那小孩说 妈妈 你说天空高啊 还是太空高呢 他妈妈停了一阵 突然间烧了一下 就说了 我都看不到太空 所以应该是高过天空的 那小孩好像很困滑那样 他跟着就说了 不是哦 妈妈说天空是无边界的哦 然后这个对话 就在绝对沉默地结束了 对小朋友来说 一切都是实物来的 有尺寸有大小 我们不应该对他的问题感到惊讶 小朋友他是真诚的 是渴望地学习 他们对好奇心所驱使 经常地试图将一件事和另一件事 是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非常精确地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所以知道他们是通过这个体验来学习的 通过体验我指什么呢 就是指思考 了解 了解 学习 感知 感觉 说话和力行 原本小朋友的思想和本性是精凝剔透的 正如正式通过这个体验 他们开始改变 和其他的小孩一样 上面的小朋友将会上学 和他的朋友一起玩 在家里慢慢地成长 在所有的经验将会产生累积的变化 会在他们的思想和本性 在某些部分出现 但不是全部分 本来来说 累积的变化的过程 将延续和变化的部分连结起来 小朋友 他们的思想和本性 有一部分是长期保存 也添加了新的一部分 其他部分可能被替换或者转换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尚续这个小朋友的经历 不是单一或者个别的事件 除了时间的细节 的留置 小朋友的思想和本性 将受到无数的破坏 和阻碍的思想 所滞留或者覆盖 正因为这样 香港能人专上学院 继续为香港青少年提供教育的机会 学院的校份明心见识 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的信念 思想和行为 是我们课程的制定 和学生学习的指导原则 我们致力为学生提供机会 令他们能够体验思考 了解 学习 感知 感觉 说话和力行 从而恢复他们 好像水晶一样 这么明正的思想和本性 学校没有校友的支持 是不会希望发展的 虽然香港能人专上学院 都是很年轻 但是香港 佛教增期会提供教育的经验 就不少了 已经是超过50年 所以我们不少的校友 在他们当中 有不少的希望能够和学院建立关系 我们会致力加强和校友和学院之间的互动 将邀请他们参加学校的活动 包括在校内的委员会 指导 辅导学生 或者筹款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罗马都不是一天就可以建成 任何时间开始一些我们热爱的事情 永远都不会太迟 因此我希望值得这个机会 邀请今天出席或者缺席的毕业的同学 对这个建议提出积极的回应 让我们一起努力 令到香港能人专上学院 成为一个充实的学习的疏楼 各位家长 毕业生的兄弟姐妹 多谢你对香港能人专上学院的信任 愿意让你的挚爱是自己的学习 你们对他们的付出支持和关心 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在此我代表学校向你们充心致谢 每一个结束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祝贺各位毕业生前情万美 你们之间或者有些人 已经是在人生的新的一业 眼前不单是挑战 还有神秘的未来 虽然学校没有办法给到一个水中球 给你动息未来 但我相信我们给予你力量 这个就是你的思想和本性 最后祝你们在新的篇章中 一切顺利 身体健康 谢谢汪教授 现在有请文学院院长张向宁教授 上台主持文学院学士学行班组仪式 头等会主席 我现在邀请文学院的毕业生上台 由你班组学校 中文荣誉文学士毕业生 2019的李延黎同学 2019年毕业生 邓成智 2020年毕业生 刘玉玉群 2021年毕业生 冯国斌 专业及跨文化 全义英文荣誉文学士毕业生 2019年 余英华 校董会主席 甘请你班组荣誉文学士学校 与出席及缺席的文学院毕业生 依据我所付的权力 我班组荣誉文学院的学校 与出席及缺席的文学院毕业生 接下来有请专业学院院长董灵毅教授 上台主持 专业学院的学士学行班组仪式 后董会主席 我现在邀请专业学院的毕业生上台 与你班组学校 市场名师 文育工商管理学士 2019年毕业生 谭浩文 与你班组毕业 明镜与你班组荣誉文学院长董灵毕业生 请订阅文学院长董灵毕业生 2020年毕业生 黄冠毕业生 2020年毕业生 张雪盈 2020年毕业生 黄冠毕业生 后董会主席 我请你班组荣誉文学士学行于出席及缺席的毕业学院毕业生 这句所负的权力 我班组荣誉文学士学行于出席及缺席的毕业学院毕业生 现在是毕业生致辞 先请2019年毕业生代表刘海恩同学 大家好 在开始致辞之前 我想大家用熱烈的掌聲 多謝我們籌備頒獎典禮的教職員 以及今天出席的各位 各位校董、校長、老師、內奔 以及坐在這裡的同學大家好 很幸運今天可以在這裡代表2019年畢業生致辭 雖然今年已經是2021年 但是我相信這兩年對各位畢業生來說 都不容易不輕鬆的 因為這兩年發生了很多事 但是我們的人生是要在逆境內成長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衝破你們自己 迎接更多的挑戰 回顧在做學生的時候 其實是人生中最輕鬆的事 我覺得大家都會認同這件事 很多學院裏面各位的教授 除了教授我們在讀書上要懂的知識之外 其實上課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分享很多對我們將來有幫助的事 不論是你對人生有幫助的道理 還是對你工作有用的事 我相信每一位畢業生對未來都會有迷惘的一面 我都有的 和大家一樣都會不知道自己想做些甚麼 你會覺得畢業之後好像前路忙忙那樣 但是你只要在抓緊的機會 那我們一定可以認清你將來的方向 做到你想做的事 畢業之後其實我就在的士尼工作 我在讀書的時候已經做了兼職 畢業之後我就直接轉了做兼職 我做了兩年 其實我經歷過很多不同的情況 例如很深刻的就是 19年的年中 我試過做完工作下班之後 因為沒有交通工具 回不了家 然後要在酒店裡過夜 到疫情的時候 甚至乎是要靠無薪假的 甚至乎是你回一班工作 有個消息就跟你說 有些比較敏感的人士 就是可能是某一個地方的人 他已經在你工作的酒店裡出現了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困難要面對 但是我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辦法總比困難多 你只要相信自己 你甚麼難關都可以衝破到 我覺得我做得到的話 其實在做的畢業生都可以做得到 最後我想分享的是 希望大家會記住一件事 不是見到希望你才堅持 是因為你堅持所以才見到希望 很感謝良恩對我的栽培 多謝各位 接下來請2020年畢業生代表 黃均雄同學致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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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開心 請校董會主席徵設法師宣佈畢業典禮圓滿 我宣佈畢業典禮圓滿 請各位保持站立 多謝各位嘉賓的出席 各位畢業生及親友可以到地下及一樓設置的演唱區拍攝畢業照 多謝